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的黑妹金融週記 還有一個星期,下星期就放聖誕假期 假期長假之前,不如跟大家跟進一下今天廣估的情況 上星期五,美國方面跟中國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早過我們之前曾經預期過15日的結尾 15日亦取消了加新一輪的關稅 似乎港股的走勢應該明朗化起來 問問007,我們的嘉賓在線上跟大家聊聊天 Hello,007,你好 你好 今天恆指好像已經消化了有關消息 本身預期可能會變好 但今天看到市況最後要低收 跌179點,做27,508 雖然指數不是太差 成交也有789億 看看恆生指數 現在是否進入一個技術性的回調 接下來是否要整頓一下 然後等假期再上升 上星期也升了一千多點 那就是近期最大的升幅 是的 因為每個人都憧憬貿易協議 達成的升了一陣 這個禮拜初段調整了一點 好像常 是的,看到今天也是調整一點 是的 看到其實今天表現比較好的 是一些內地的內房股 因為今天也出了一個數據 就是內地首11個月的商品房銷售額 都是上升了7.3% 看到今天的內房板塊 是否似乎做好一點 是呀 因為大陸現在都通房 很多限購令 有不同的地區都會取消 所以銷售 越來越好 限購令終於取消 之前也說過 其實前幾年 也有說過限購令 令到內房大跌 一線、二線城市都是制銷 現在其實還值不值得買入內房股的話 上遠都是看好 是的,他今天逆市做好 看到其實除了內房股之外 其實今天也有一些5G版塊 也做得比較好一點 同007除了跟進這件事之外 不如我們轉看看 其實今天來說 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有跟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 接下來星期三也會到訪澳門 去看看情況 人們也說他 接下來可能會把澳門打造另一個香港 有機會 還有一些大灣區的概念股 接下來是否這方面的版塊 都可以留意一下 都不用考慮 大方向都是投資澳門的 新回潮就買一些 好 我們另外今天 2007也說有些產品 想介紹給大家 也留意到 有些股票掛勾票的EFL ELI 不是 ELN 是的 ELI 不是上個星期 我想也有很多人進了市 嗯 那些投行就有些票據 發行出來做一個套凳 是的 那如果 例如有些匯豐 加這個恆生 那些高低位 都設定的位置 那我想問 這個ELI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多一點點 因為很多投資者未必知道 這個股票掛勾票據是甚麼來的 以及怎樣買賣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給一些投資產品 那一般的入場消費 就是 10萬至50萬不等 嗯 是的 那就 因為 因為你如果是 跌下來 譬如好像是 匯豐現在是60元那樣 那我又不想現價買入匯豐的 那發行商就 發行一些票據給你們買 那就是 跌到 某一個折扣 你就需要接貨 譬如 今天出的那個是有 九四折 是的 那就在四個月內 如果跌到 某一個水平呢 你就要全數接貨 嗯 但是升到某一個水平呢 它就會取消你這份合約的 那麼在四個月之內呢 譬如 升到上去 3個巴仙 譬如 60元 那63元18 升到62元 那麼你收息那份合約就會取消 嗯 那就是 只不過是 這些投行的 套凳的策略 啊 那麼他們買了 一定數量的股票就是 啊 再在市場上放出來 給大家去認購 那感覺有點像 就是我這樣聽下去 有點像牛熊證 或者 凝固證 凝固證那類的 是相類似 嗯 那麼風險性是誰高一點呢 如果這樣 最主要是看那個 買入產品的人的心態 譬如我是想買入匯豐 我又不想現價去買 那又想保守一些的 想買便宜一些的 那麼可以用一個便宜一些的價錢 就是如果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你便會吸納 嗯 但是上升的利潤呢 就是有限了 只不過最多都是你的 本金收取的利息 譬如現在的產品是 就是四個月期 年利率有8%的 那你便最多的賺幅就是 你投資的金額 四個月的利息 那譬如你是10萬元 一年是8% 那你一年有800元 那你四個月就 八四三十二 那你便有3200元 嗯 是的 那儘管要留意著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問一下007 剛才說過股份 有沒有持有 就好像匯豐、中銀這些 沒有的 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